扁的是說我們坐的沙發的位置跟電視這個是比較窄邊的地方 這個是3.5公尺到3.6公尺左右 短邊形的空間 因為每個人都心裡都會有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在自己的客廳擺上落地形的喇叭 那到底這樣的方式可不可行 那我們今天就來實驗給大家來看 用這個短邊的到底適不適合用這個落地喇叭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您想YouTube的頻道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左手邊的這兩台腳踏車 那今天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場地 最主要是這個空間我們待會跟大家講 我們要用這個書架型喇叭和落地型的喇叭 在還沒講這個空間之前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台腳踏車 那這個是2021年跟2022年的 算是冠軍車 全台灣只有一台而已 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那義大利傳聞有非常有名的腳踏車的品牌 其中有這個一往事後 那這個Koneco就是那個王 所以身價不菲 不過對一個喜歡騎腳踏車來講的話 其實把自己喜歡的東西轉變成自己的興趣 然後融入在生活之中 就像是我們的音樂跟音響一樣 所以因此我覺得 我覺得這麼美的東西 這麼棒的東西 把它放在家裡 或者是騎出去的時候來體驗生活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感受 也特別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當然這一台腳踏車在全台灣呢 只有一台算是限量的版本 那很高興看到這台車 包括它的車身的設計烤漆啊 然後用這個Lineway的輪組 這個是非常高級的輪組 如果在騎腳踏車人大家都懂 所以因此呢 我們回顧到鏡頭的另外一邊 那今天我們這個空間呢 其實我們的客廳 客廳空間都是這種扁長型的 扁的是說我們坐的沙發的位置跟電視這個是比較窄邊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量過一下這個是3.5公尺到3.6公尺左右 然後它這個長邊呢 我的左手邊有一個落地窗玻璃 一直延伸到廚房那邊 那這個我剛剛稍微量過將近8公尺 那我們今天其實呢 也硬邀這個算是我們的業主 然後來展示給大家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短邊形的空間 因為每個人都心裡都會有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在自己的客廳擺上落地形的喇叭 那到底這樣的方式可不可行 很多人挑選這個揚聲器的時候 都沒有在看空間 因此呢 如果你挑選不對的揚聲器的時候 在你的音響空間裡面 其實你會很難去駕馭 然後花的費用會更高 付出的代價更高 而且不一定得到一個正面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就來實驗給大家來看 用這個短邊的到底適不適合用這個落地喇叭 所以今天我們挑選了兩個喇叭 一個是705的S3 然後另外一對呢 待會我們會上場的是我們的603S2落地形的喇叭 來做一個比對 那我們今天採用的是 提亞可UD701的串流播放機 以及我們的AB701的後級擴大機來搭一整組這樣子 那現在還是用我們的Nordos 以及我們的ART跟Audioquest的電源線 來去做一個搭配 今天呢 我們最主要的是在 我們書架型喇叭跟落地形喇叭 待會會找幾張音樂來測試一下 然後讓大家聽聽 這兩個聽感上面的變化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進入到今天的主題 OK 我們has以為明星期之間 什麼情況去驚大 怎麼會在這邊 那現在我們有任何時去驚大 誰想在想什麼 Norui 那我們發現在這個空間其實705S3 雖然我們剛剛有試這個603S2 發覺它的低音的確有比較好 可是相對來講 它中高音的部分就變得比較差 而且有點糊糊的 低音變得不是很乾淨 然後在整個低頻的延伸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漂亮 然後在整體的音質上面 也沒有辦法像705S3 那當然最終呢 我們還是選擇這個705S3 在這個空間來使用的話會比較簡單 可是705S3其實它的低頻的部分 也大概到40到42Hz左右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加了一個real的超低音來試試看 聽聽看 會不會像是我們剛剛那個問題就是 既乾淨又且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延伸的低頻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塑膠型喇叭它的低音就沒有那麼好 可是我又要想要多一點低頻 很短的空間裡面 那可不可以做得到 那就要靠我們的主動式低音來去補 因為我們主動式低音有內建放大器 我們就可以去調整那個量 來去balance我們的主聲道 所以你如果需要多你就開大一點 需要不要太多你可以去調整那個大小 在我的頻道也常常講 這個低音的部分是兩件事情 即便你用上落地型的喇叭 你再去補低音 它還是有感覺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擴大機在推這個低音喇叭的單體的時候 其實效率非常的不好 因為轉換得非常不好 所以以至於就是說 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錢去買擴大機 或去調整你的線材 然後才能夠多一點點的低音 那當然這樣的花費 其實CP值並沒有那麼高 那用這種方式 用超低音去彌補的話 反而你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調整方式 在一個不是那麼完美的空間 然後你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低頻 那我們就馬上來聽聽看 OK I remember to know you taught me how You are always going to be the one I'm a one-wada Karashi would go soon 我们决定了705S3之后 然后在超低音的部分 我们试了这个Real S510 然后在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S510 它能够弥补的705S3 它在40Hz以下的这个低频 我们都可以透过Real S510来做平衡 然后在调教的部分 当然我们刚刚设定的是 从40Hz开始切 衔接到我们的主声 到了这一对数价型喇叭 然后Game的部分 正义的部分 我们就是刚刚调大概6到7格 然后它因为Real超低音 它是用一格一格算的 那频率的部分一格大概是2Hz到2.5Hz之间 然后去做 然后调了8格大概就是20Hz 然后去衔接我们的主声道 那到这样整体听起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音乐是不需要低音的事 其实你可以关掉 那我们的Real超低音它是可以Standby的 它可以当音乐启动的时候它就自己打开 然后没有音乐的时候 它不需要低音它就自己关掉 OK 然后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就是 其实有一些人会在 比较想要在一个小空间用落地喇叭 那这个问题其实有没有解 其实也是有解啦 我们可以用更大Power 或者用两台后级或MonoMono的方式 或者是说像AP701可以再买一台过拉机 去做一个百安普的方式 所谓的百安普就是 它的一台安普是一个是接高音 一个声道接高音 一个声道接低 因为我们的后级有两个声道 这个是用百安普的方式 MonoMono的方式它就是一个后级去接一个喇叭 所以跟MonoMono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 如果以现况来讲的话 我们加上超低音的话 可能影片前面观众朋友会反问说 如果说我在用大一点的后级 用落地型的喇叭 是不是会比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这个环境空间 我用702S3不用705书架的 那我这样是不是可以不用买超低音 那答案是 如果你用702在这个空间 一样的 你的扩大机就要往上堆 还有就是你的线材的调整的部分 也要再增加 会有一些修正 那这样的做 其实效率并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不如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我们的长边 你要挑选702S3 当然你用这个AP701来推也是OK 但是只能够把它勉强 能够把它推得动 推得好或者是推得非常好 其实这还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在扩大机的部分 大家要搭配上其实要实际聆听过 绝对不能用自己所存的幻想 然后去购买这样的一个商品 来去搭这样的声音 这样子我们有实际听过之后 然后在你的空间 稍微了解一下之后 我们再来去做一个搭配 会比较适合 在整体的空间的搭配上 所以音响的购买跟空间的选择 其实非常的重要 这刚刚我们就是现学现卖 跟泡茶一样 你好的茶 你的容器不好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茶喝起来的这个口感 或是它的气味 跟它的这个整体的表现 那一样啊 音响在空间一样 如果说你的音响搭配是没有问题 可是在空间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相对来讲 也是没有办法发挥舒展出来 然后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 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